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中国半导体代工企业在近年遭遇前所未有复杂的地缘因素打击。 之前在美国的禁令高压下,高通和一些国际汽车制造商开始选择放弃中国的代工厂,把订单转向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和历经。 三星电子和哥罗方德也从转移订单的浪潮中受益。 面对美国的出口限制,中国无法获得先进节点EUV来开发7奈米晶片,并且由于14奈米晶模式,DUV设备也被禁止使用。 中国被迫专注于全面扩展其成熟的工艺业务和计划。 另外,在市场低迷的环境中,台湾和中国以及韩国的晶片代工厂为了留住客户都在降低他们的价格。 这一市场动向正引起欧美半导体人士的关注,也不会被美国政客所忽视。 据电子时报报道,为获得新产能的订单,中国的中芯国际、华红半导体和金河集成,去年在向台湾的晶片设计公司降低了流片服务的价格。 业内消息人士称,许多台湾IC设计人员被低廉的价格所吸引,并开始在中国的代工厂下订单。 业内人士也反映,三星、格罗芳德、联电和力晶已经看到客户取消订单,并将其转移到中国晶圆厂。 由于中国传统节点和成熟节点不受美国出口禁令的限制,因此降低晶圆代工费用,对希望提高成本竞争力的台湾IC设计公司很有吸引力。 这又迫使联电历经半导体提前降低价格以竞争。 联电12英寸晶圆代工服务价格平均下降10%至15%,以40奈米制程节点为首。 联电8英寸晶圆代工服务价格平均下调20%,价格调整于2023年第四季生效。 集邦咨询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三星晶圆代工提供了10%至15%的降价。 半导体市场低迷和竞争激烈是全面降价的原因。 近两年,半导体行业进入消化过剩库存的修正期,产量和价格大幅下滑,晶圆代工厂利用率急剧下降。 台积电是唯一一个没有看到价格变化大幅下跌的例外。 其他做成熟节点的公司最终不得不削减晶圆代工报价,恢复销售折扣策略,以保持一定的利用率。 与此同时,包括中芯国际和华红在内的几家中国公司,已经利用国内市场的优势,优先考虑中国IC设计人员的加工订单。 他们正在通过建设新工厂来积极扩大成熟的工艺节点生产。 晶圆代工厂降价的压力正在推动整个半导体行业的晶片价格走低。 许多台湾IC设计公司对此持乐观态度,预计本地供应商将保持降价趋势,这可能会缓解运营压力并增强竞争优势。 在地缘因素的层面,美国国会已经在敦促拜登政府征收高关税,以防止中国经销成熟工艺晶片,击害美国企业的利益。 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11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480亿美元,环比增长2.9%,同比增长5.3%, 是自2022年8月以来首度恢复同比增长。 SIA还预计,2024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有望成长两位数百分比。 SIA指出,2023年11月,多数地区半导体销售额较2022年同期成长。 其中,中国半导体销售额同比增长7.6%,环比增长4.4%,亚太及其他地区同比增长7.1%,环比增长3.5%,欧洲地区同比增长5.6%,环比减少2%,美洲地区同比增长3.5%,环比增长3.9%, 仅日本地区同比下滑2.8%,环比下滑0.7%. SIA表示,随着2023年11月,销售额较前一年同期相比,转为正成长。 2024年半导体市场渴望持续走强,预期全年半导体销售额将成长两位数百分比水准。 分析师此前预计台积电今年首场报告中,2023年第四季度利润下降23%,但分析师预测台积电今年将在需求反弹的推动下实现更好的增长。 利润的下降也凸显了台积电2022年的表现,当时该公司在疫情后积压需求的推动下表现强劲,其客户包括苹果和辉达。 根据LRCG Smart Estimate的20名分析师的数据,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将公布的2023年10月至12月期间净利润为2264亿元新台币,折合72.1亿美元,这是其利润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 相比之下,2022年同期净利润为2959亿元新台币。 根据台积电此前的数据,2023年10月至12月期间,营售为6255亿元新台币,折合201亿美元,而2022年同期为199.3亿美元,但这仍超过了公司和市场的预期。 分析师表示,全球对半导体的需求在2022年下半年开始减弱,但他们表示,智慧型手机和计算机制造商的库存正在减少,预计重新捕获需求将增加。 富邦正确分析师表示,他们此前对台积电第一季度展望表示担忧,但现在他们认为,苹果晶圆需求在短期内仍然稳定。 尽管市场以广泛了解,第一季度将有季节性放缓,但我们尚未看到额外的订单削减。 凯基证券分析师表示,预计第一季度销售将超过典型的淡季季节性,并且整年来看,由于5G和高效能运算HPC应用的需求恢复,以及应用推动的稀含量,预计以美元计价的营业收入将增长20%左右。 在此背景之下,集邦咨询去年12月报道,台积电正在积极推进2奈米工艺节点,首部机台计划今年4月进场。 日前根据DG Times报道,苹果下一代2奈米晶片技术将于2025年量产。 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长王永壮去年12月宣布,竹科宝山一期已建设完成,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今年启用。 而宝山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设过程中,同时推进台积电2奈米工艺一厂和二厂,建成之后将成为台积电的第一家2奈米工艺生产基地。 目前各项建设工作进展顺利,首部机台预期将于2024年4月进场。 DG Times在报道中还补充表示,台积电目前正在评估工厂,将在2027年率先生产更先进的1.4奈米晶片。 台积电已经于2023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其增强型3奈米节点,该节点很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出现在苹果设备中。 值得注意的是,消息称台积电已经向苹果公司展示了2奈米晶片原型,预计将于2025年推出。 据说,苹果公司与台积电紧密合作,竞相开发和实施2奈米晶片技术,该技术将在电晶体密度、效能和效率方面全面超越目前的3奈米晶片。